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非常谢谢这么有力的基金会来支援我们 那除了呢 整个全额的经费的赞助呢 更把他们旗下最有名最有名的长龙交响乐团 他们派出了同观五重奏 还有选乐四重奏的乐手老师 来跟孩子一起合作 还有一起合作 然后从一开始的选举讨论 然后练习到彩排 小朋友都超级兴奋的 因为可以跟大师级的乐手老师一起合作 他们都非常非常珍惜这一次的机会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成果发表会上 国小 国中 高中 甚至大专的爱乐同好者共聚一堂 长龙交响乐团 由副首席林世新代队弦乐老师们 与音乐营的学员们合奏 美女与野兽 风中奇缘 两首迪士尼经典歌曲 曲子就要学到很多 我觉得这次的夏令很好玩 可以跟别人一起演奏 这次学到很多新的功法还有执法 让我的演奏更进步 然后很高兴跟很多大师一起演奏 成功鼓中校长欢迎喜爱音乐的孩子 明年到成功国中音乐班 一起以乐会友 宜有辅乐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在市长谢国良主持尖交下 仁爱区公所新任区长李坤达走马上任 辅会贵宾跟在地里长都到场观礼祝福 由于仁爱区是基隆的门面 市长谢国良也期免 新任区长首要目标 就是要大力改善仁爱区的环境整洁 画面上是仁爱区公所区长交接典礼 原任区长林文琛退休 在谢国良主持尖交下 由代理区长黄敬仪交接应信 给新任的人爱区公所区长李坤达 谢国良表示新任区长李坤达 过去在环保局服务 是个会做事的人 他也交办新任区长第一个首要目标 就是要大力改善仁爱区的环境整洁 首先我要感谢林文琛前区长 对仁爱区长期的奉献 还有这一段代理期间我们的黄代理区长 敬仪其实对仁爱区的很多区政都很用心 帮市民服务非常感谢 我们新任的坤达区长是清大的硕士 然后又去长期在环保局服务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跟环保局紧密的配合来把仁爱区的环境打理的更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仁爱区是我们的门面 有我们的庙口 也有卡玛丁渝室 那是人来人往的地方 可是也是环境要打造的重点 过去以来我们仁爱区一直在为了环境 有很努力 甚至也在跟很多的各种不同的环保议题 在这个推动当中 我一直想跟环境作战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跟感想 但是我希望坤达能够把这个仁爱区的环境打理好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工作 也是他一个工作的挑战 那我很谢谢同仁们大家都很努力 那我也跟里长也特别报告 只要我们都会尽全力来把仁爱区的环境打理好 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 其实市长一直在推干净家园 那最重要的话其实也有环保局的一个配合 像我们马局长会大力的支持 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仁爱区的一个环境整洁再做得更好 那另外一块就是有关于行人友善空间的一个部分 也是我们会强力来推动的一个政策 环境整洁的部分其实我们会 因为目前的话其实环保局都有设一些公共的一些垃圾桶 然后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流动工厕所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使用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有乱丢垃圾的一个习惯 毕竟我觉得这是一种国民生活素养的一个阳成 如果这个地方如果干净环境好的话 那就不会有再乱丢垃圾的一个情况 最重要有点像破砖礼物就是把环境中不要有人丢着低包垃圾 那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垃圾会累积在那边 我会持续的去跟预员跟理长们去聆听 聆听他们的一个需求 那怎么样是对民众最好的 毕竟我们要打造的就是一个宜居的一个生活 那是让一个民众跟观看客都喜欢的一个环境 交接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市议员张芳丽 市议员郑文婷 市议员曾继妍 跟多位里长与民政处长张渊祥都到场观礼 仁爱区有两座山 一个红弹山 一个就是施求林 那过去里长之间呢 最担心的就是除草的经费不足 那这也是过去长久以来 仁爱区存在的一个问题 那我刚刚也特别跟区长 有跟他报告 就是说这个部分希望区长上任以后 能够多多费心 因为有两座山 那草啊的资深 还有就是说相关的一些蚊虫等等 这个卫生的问题都要注意 环保局长马仲豪也带领多位环保局同仁来到现场 为从环保局科长荣生仁爱区区长的李坤达 线上满满祝福 现场的气氛充满温馨热闹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李亮杰 基隆报导 基隆市将在今年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针对长者老人家的长期照顾问题越来越重要 不过您知道吗 负责长照的基隆市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因为专员不足一位专员需要服务将近400位失能长者 一向非常关心重视长照问题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就呼吁市政府补满缺额 经费预算的问题他绝对会全力相挺 基隆市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专员进入七毒马林服务 家里有失能长者的民众 细心评估长者失能等级以及告知家属 政府可以提供的各项长照资源和服务 让住在所谓山区的失能长者家属 感到非常贴心和窝心 基隆七毒的山区本来的资源就比较少 那又处于比较偏远的地方 所以所有的复健的动作或者采买的动作 其实就变成会落在家人的身上 那如果这个成员又少的话 或者是子女在外地 这完全就是要靠外面的人来协助 所以我说山区会比一般的市区会更痛苦 会更压力更大 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源 只能靠自己的家人来去承担 所以照顽中心的人过来会特别的重要 也希望这样的资源 能够给我们山区有一些更多的协助 也到现场关心民众以及长照服务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特别感谢卫生局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的专员 冒着大乐天 认真贴心执行长照任务的辛苦 不过在得知照管中心专员 加上督导满边应该要28个人 但是现在只有13人 负责服务全市现有4485位 列管失能长者个案 平均一位专员要服务将近400位长者 一向非常关心重视长照问题的 张耿辉就呼吁市政府 尽快补满缺额 经费预算的问题 他绝对会全力相挺 现在基隆市已经超高龄的一个县市 尤其这个照管中心的专员 他们真的不认辛劳了 尤其幕边缺乏15位的名额之下 每个人几乎要负责大概300多 甚至要到400个人 那我想这边耿辉也呼吁我们市政府 在经费习可下如何尽量来补足 我相信耿辉一定会全力支持 其他的同仁也应该会支持 尤其我们这个长者 为了让我们家属的话 能够减轻一些负担 然后经由我们照管中心来访市 确实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他们会尽力前进来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区块 我也希望我们市政府相关部分 要多加把劲 让我们市民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基隆市卫生局照管中心表示 目前还缺15位照管专员 欢迎有医事背景 包括护理师营养师等以及社工 或是老人照顾相关科系毕业的民众 都可以上基隆市卫生局电脑网站 查询加入照管中心的条件 和薪资福利等事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国立海洋大学校门口 刚好在北宁路祥丰街以及中正路三叉路口 由于车流量大 学生商家过马路担心时间太短 会有危险 基隆市议员许瑞慈邀及交通处等单位 现场会堪研议 争取划设对角线人行道 希望确保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耗资灯从红灯转换成绿灯 行人快速通过就怕走慢了 安全会有疑虑 秒数也会比较少一点 而且它秒数的方位没有正对路人 所以你有的时候会没有注意到 然后就错过红绿灯 然后有的时候车子在左转的时候 车速都特别快 国立海洋大学校门口 正对着三叉路口 车流量大 但行人穿越人行道 担心秒数过短 周边商家及学生近万人 使用率高 基隆市议员许瑞慈 建议划设对角线人行道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就刚刚我说的嘛 从北宁路来的一个游客 他要左转中正路还是右转小冒街 其实这都开始会思考 那甚至就会再增加 这边的一个车祸危险率 那这边的行人 光海大学生就九千 还有教职人员 那附近的店家住户 其实这边高达万人的行人 有可能会通行 所以要以行人的角度去思考 这个路段的复杂性 跟降低车祸的考量 他还是要化对角线的能行穿越道 两处增加的话 现在在中正路这一段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 那个假日 或者是上加班电话时机客 两处增加的话 他这边是一直塞到那边 就一直塞到那边去 有没有一种可能 如果我们要折中会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你标志标签还是化 然后秒数呢 依照时段来做变换 同样在中正路这一侧商家 行人空间不足 导致公车停靠区和行人空间增道 行人被迫走在车道上 显向缓升 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议员许岳慈实际走一趟 建议要划设绿底白字的标线人行道 这边又是公车 你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公车停靠去 那如果公车停在这里 他是学生要从那边走 他是必须走在马路上 那这边就完全被阻碍了 那你如果汽车围停在这里 假设他因为方便买东西 但是他是围停的状态 是三方都是危险的状态 是不是 公车的一个下车区域之后 会有大量的一个行人需要穿越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道路 是完全没有人行道的一个通行 那因为旁边有店家有商圈 那其实商圈靠的应该是人潮 而不是车潮 所以应该要提供一个完整 让人行通道的一个地方 这样也不会影响店家的声音 海洋大学校门口三叉路口 及周边店家 一直是交通的热点 政府在推动友善行人同时 也要考虑到交通顺畅 避免塞车 市政府交通处将进行评估之后 再进行划设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 基隆市政府和华硕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未来华硕将导入科技专业人才 以及创新教育机器人进入校园 透过双方合作推广AI教育等 推动私之培训课程 让学生实际体验机器人 为智慧教育奠定启蒙基础 由华硕开发 今年荣获大奖的Pinbo机器人 宣称在记者会现场 透过指令卡实际感应 机器人就能够完成指定的动作 这一款结合桌游概念的游戏卡任务 让使用者随时在不插电的玩乐中进行创作 市政府教育处和华硕公司合作 秘书长方定安和华硕签署合作备忘录 未来将由华硕导入专业人才进入校园 合作推广AI教育及推动师资培训课程 针对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智慧教育 我们有深入的一些研究 而且在基校上也是全国的排在第一名 那未来在这个智慧教育上再更深更 其实跟我们所谓的智慧城市 当然是息息相关 只要牵涉到智慧了 我们就希望从基层来做这个教育 去学习 未来我们在城市的硬体上 我们都发处也好 公务处也好 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因为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未来在硬体的建设上 我们也一直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努力 这几年来我们基隆的教育 尤其在资讯教育的这个区块的推广 不管是在载具的一个中边 或者是我们智慧教室里面的一个改造 那回归到教育的现场里面 其实是希望学生更有职能 不管在steam教育的一个推广里面 或者是我们各项的一个课程规划设计 还有活动的一个策展 那这一些都是希望在教育的现场里面 老师有职能 学生有学习的兴趣 那最重要的是也对于基隆的一个科技化的教育 能够有更深远的一个发展 那这一次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华硕可以跟我们签订MOU 那除了让教育的现场资讯教育的这个区块 有更好的一个伙伴可以推广之外 那最重要的其实也对于我们资讯教育的一个方向 还有对于孩子的教育能够有更深远的一个影响 现场也展示Pinbo机器人如何操作 华硕希望透过这次合作 为基隆士的师生带来启发 透过以Pinbo机器人为基础 那我们可以提供教具然后教材甚至一些教学活动 跟整个基隆士教育处一起携手合作 推广这些也会提供这些教师们一些工具 或者是一些平台 让他在制作这个所谓的课程上 能够更简单更方便 能够实际把这些Steam跟AI教育 能够推广到实际的教学场域里面 市政府特别感谢华硕愿意在基隆投入资源 让基隆的孩子能够提早学习AI 一定能增加基隆学质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道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争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争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既勒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 还有还有 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基隆市政府召开BOO 最终处置场后续说明记者会 市长谢国良表示 基于永胜续约 可能存有事法性的疑虑 以及维护环境永续的考量 市政府在契约到齐后 将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解决挥扎安置问题 让基隆不再成为各县市 非挥固化物的掩埋集中地 基隆市政府由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 在环保、阵风等单位的陪同下 向外界说明 目前基隆BOO的挥扎最终处置厂 原厂商合约届满后的 后续非挥固化物处理问题 市政府有信心 在环境永续的原则下 做出最合适的处理 请市民放心 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的垃圾跟后续的 掩埋固化物的处理 都会暗藏进行 不会有问题 请媒体朋友跟市民朋友放心 再来我们在评估永胜的一个续约与否 是考量到基隆整体永续的环境 跟实际上本身这个BOO案 对于基隆市民 跟对于基隆市是否有利 做出一个最佳的判断 并且法律上财政部在111年的4月 有来了公文 让我们认为在法律上 会让公务员现有一些疑虑 过去也有相关的判例 因此在到7月中之前的讨论 我们比较认为说 这个在法律上对我们来说 会让公务员陷入风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李亮杰基隆报道 天气炎热 吸引许多民众到海边或是西边 玩水消暑 针对大五轮沙滩周边海域 跟潮进公园 近来接连发生溺水事件 市长谢国良沉重表示 每到周末他的压力就很大 特别透过记者会 呼吁市民和外地游客 务必要注意细水的安全 才能快快乐乐出门 平平安安回家 让市长谢国良感到压力很大的事 就是近来假日 基隆海边溺水意外频传 市长谢国良特别跟市府发言人 林立离 共同呼吁本地市民跟外地游客 务必要注意细水过程的安全性 他不希望再看到旱事发生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外木山海域发生过一起 我们的大五轮沙滩海边也发生过一起 然后我们的潮进潜水也有发生过 所以我最近感到压力非常的大 那我希望这样子的汗事不要再发生 所以我要特别呼吁 大家要来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特别有询问 我们现在大五轮沙滩在平日跟周末 也都有救生员 现在在维护我们 这个游客的安全 但事实上海向相当的变化多端 而且不稳定 所以不论是游泳的朋友 或者是潜水的游客 我们基隆市政府还是要呼吁 一定要注重自身的安全 包括说下水前 一定要非常了解整个水溢的状况 那要虚半不要落单 那除了海上以外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吸水 也非常的 就是水底下有很多危险的环境 我们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也会在里面做一个先导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近期 因为暑假期间 很多的孩子 其实对于相关的理由都很兴奋 但有时候在安全上面 没有顾虑到的 我们市政府这边针对 就是教育部的相关的先导图以外 我们自己从教育处 我们的产发处 关销处 还有我们的消防局 尤其我们各区公所 大家都动起来以外呢 其实我们也 就是写一封信给所有的家长 提醒孩子要出游的时候 非常的注意整个安全 我们希望大家快快乐乐的放暑假 平平安安的回到校园里面来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在暑假期间会加强宣导 市府发言人林立产表示 除了加强警示标语 跟各水域的巡查频率 市长谢国良也要求相关局处 与区公所动起来 加强防疫宣导 也请民众牢记防疫时招 期盼透过各种的努力 来保障民众的细水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 送回来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 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每日基隆影片争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争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恰活动官网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职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验一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求职罚片 请注意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 合法秩序支持与市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NACO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NAC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2.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认 内政部警车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虽然打你我干一面 嘿 不要怕 姐妹您好 我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时中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快健康哦 大家好 我是水美琳 一百空八年就 高丽所在靠边教 和高丽病断新步期间 自一百空九年 一月催一月开释 到一百空九年 二月催一月 靠谷他无人 救护高丽所在 开你的靠边教到高丽病断 可以透过望楼方式 办理病断新步 没收时间空间的犯罪 这间过的相团成功 就完成新步停书 兴使更方便 大家会记得到 下载进步电阻新步 凉水博物网站 下载过来 索地病断铸疗 新步系统软币哦 有人在那里吗 有人在那里吗 救命啊 你好 我是主级中处的 荒雜园 政府透过十个月 林立竹园雕渣 中央酒业和四业的总控 来做市井金区 我是荒雜园 请一期林立竹园雕渣